還有在地的里長 中正萬華大部分的里長 都是國民黨的 所以我們被肯定 是你們國民黨的里長也被肯定 因為我們一起解決 我們這幾年以來解決了很多 我上任以前沒有解決的案子 講真的講不完 九號基地 這個萬華便電所 榮民宿舍榮民這個榮民印刷廠 西門町的服務中心 我真的講不完 這裡面有多少個里長 都是你們國民黨的 所以我要講的是你現在罵我 你是在罵包括你們國民黨的 這些里長 基層里長 因為很多案子 是我們一起完成的 所以我覺得回來講朱立倫 他為什麼會講說抗中保台 一定要罷 就是因為你前面比服務 你們派出來罷免我的人 他服務最讓我服務最好 你們前要比說 誰沒有幫萬華發聲 結果我發聲的Google一查 就是我發聲量最多 你們派出來要罷免我的 是專門污名化萬華的 那你只好講一個 你就嗆一個說抗中保台 我就要罷 那這個就是不理性啊 而且不是只針對我 他就講說只要一開口就講抗中保台的 一定要罷 對啊 所以他也不是只是講我 那所以我現在要講的就是國民黨 你沒辦法就事論事 從前面都是這樣 不只是黃捷 不只是陳柏惟 不只是王浩宇 還有他搞失敗的吳思瑤 他搞失敗的這個高敏林 還有陳志忠等等 他搞了七八個罷免啊 都是如法炮製 我們怎麼可能還繼續讓他這樣子欺負下去 我們每一次一遇到罷免的時候 前面都會先想說 看可不可以躲一下就過了 我們已經連續看下來 只有黃捷那一次真的是正面迎戰 那黃捷也是在我不斷的 不斷的 因為黃捷是我自己好朋友 我想黃捷也很清楚 高雄的團隊也很清楚 包括他整個罷免的總幹事 是我派去的 我的助理 就是我們只有一個想法 就是絕對不可能躺在那邊 這個就沒事了 只能正面迎戰 所以今天黃捷 我們當初是主張這樣 現在輪到我自己 那尤其是被欺負最深的望華人 望華這一區的時候 我們怎麼可能還讓他這樣 把我們撵過來撵過去 我覺得不管最後罷免是怎麼樣 我們這一口氣絕對不能吞 如果每一個人一開始 這個陳柏惟的致氏氣 就像剛才常左所說的 台灣激進黨不要扭扭捏捏 台灣激進黨黨中央也有問題 一個小小的黨這個毛病那麼多 我是趁機會罵他們一下 對不對 還有陳柏惟本人 誰叫你有那麼多的過去 被人家揪 揪出來了 林常佐不會有吧 我的過去可沒有 沒有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正視一件事 就是柏惟 他被拿出來講的 這些事情 有很多也是他們抹黑的 對不對 除了趙陶 那一個 但是他趙陶被講成 他不負責任 他其實是有回去負責任 所以即便他有過去的這一些的這個以前的一些挫折或失敗或是發生過一些意外事情 但是他在國民黨的這種抹黑的過程裡面他變成已經變質了 他已經不是他本來那個事件的本身 這是理性的說法啦 但是你在那個選戰的氛圍之下 是被多次的擴大化嘛 對不對 還有他在大港開場裡面講髒話這件事情 據說最後三天是不是官婷 最後三天在地方上面的line的群組裡面發酵 說是在地的老先生老太太覺得這個年輕人很沒禮貌 很粗魯 所以你有沒有說過 這兩邊那個John Oliver的那個脫口秀 我們就在上面 只是講英文的對不對 但是但是我要想就是說 像這一類的事情本來就都要正面迎戰 我本來就已經經歷過這件事情 就是我在兩次的選舉過程 我的對手他全部都是包括第二次 他把陳柏惟在大港開場講的話 都說是我講的 還有呱吉他在某一次表演 他也有很過激的表演的內容 包括有一些不雅的一些露出 他都說是我 他把那個照片弄得很模糊 就他把在搖滾的舞臺上面呈現的事情 他想說鄉親都不知道誰是誰都鬥不起來 所以把陳柏惟的照片弄一弄以後說 這個也是臨場所 所以你們要趕快這個 這個消毒 這個我的經驗就一樣 他們的這些奧波不會停 那尤其在罷免的這件事情 他們只會變本加厲 所以我才是老話一句說 你用冷戰的方法 你所有的過去都經得去檢驗 你要把而且你要做好最充足的一個準備 因為他你不可能去想像說 他他可能不會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那說不定你頭鬼新的鬼到時候就沒事了 不會是這麼簡單的 那你只能去料敵從寬 就他他最惡劣的事情都可以弄 我剛剛就講了 他把呱吉說是我 他說陳柏惟說是我 很多以前的一些 他直接拿這個照片 一看陳柏惟就不是我 他說是我 我走在路上掃接的時候 被那個被那個那個民眾跟我講說 你是怎麼在那裡說這樣 怎樣怎樣 我說阿姨那不是我 那不是我 我看就是你啊 府尉那對手要這樣打 當然他一定說我是我 要不然他打一個在在地 不認識的人幹嘛 所以我要講的是像這麼惡劣的事情 一定會在罷免的時候發生的更嚴重 所以我現在跟我自己的團隊都講的非常的嚴肅 包括我必須要講 這一次在在地操作罷免的人他們惡劣到我們在地的國民黨的人都知道他以前在初選的時候搞過哪一些栽贓人的事 我是直接跟我的團隊講說你接著私生活都給我檢點一點 而且你去到任何地方 你的包包給我關起來 要不要到時候他給你塞毒品進去說 你們裡面的人吸毒 不會不可能 他上他們這一群人以前在在地弄初選 搞過這些事 所以我就說你們自己本身要怎麼弄 他們還搞過另外一件事 就是這個我們在地聽過的這一種這種惡質的文化 我還聽到一種 例如說他給你拍拍肩膀拍了以後 然後後面給你貼一張在選舉期間不能出現的一些文字 然後給你拍起來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 然後去告發你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 這這種選舉的惡劣文化 我相信到罷免的時候只會更嚴重 那所以我現在除了全面迎戰 而且要叫大家出來投票以外 我都告訴全部團隊的人說 他們就是會無所不用其極 不只是抹黑啦 他把你搞到你們要抓去關都有可能 你包包給我全部都 如果可以上鎖最好 精準廣告馬上回來 請繼續鎖定民視台灣台 罷新聞152